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产有兴趣的朋友 到网址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 谢谢支持 来谈一下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是海外一种形式的反乱抵抗 或可倒逼 中国大陆对网络移情导向管理的 客观公正持平 而不是一面倒 继续导向俄罗斯 中俄关系合作无尽区 莫辉也体现在网络舆情之上 我了解了一下 大翻译运动最早起源于 Reddit论坛 有一个网站的论坛 数个中文纸板块之间 他的参与者呼吁 把中国大陆互联网上 支持俄罗斯路线的言论 翻译并发表到外国的平台 就是简体中文里面的一些言论 以希望 可让更多国家的人知道 中国人不是如同官方大外宣般的 乐情靠客温良恭敬让 而是自大民粹和毫无同情心 大翻译运动的参与者也表示希望那些人能为真正和文明社会浓为一体 为自己的愚昧而感到羞耻 大概有点教化教育的味道 好了 3月19号 品冲 或者笔名化名品冲 那么在首页 开设了大翻译运动的专区 并发布运动区规则 鼓励用户的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之下 将截图散播到外国的观众 这就导致了品冲网 遭到了来自中国大陆方面进入的批判和攻击 我们也知道有无数的势力显示 这种民粹的东西是有争无减 2022年 莫斯科入侵基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 环球网 央视新闻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的中国官媒 因为报道守法而受到了质疑 比如说入侵当天 共青团中央的影音平台 Bilibili的官方账号 发布内容为中文普通话版的 苏联歌曲的卡丘莎视频 被解读为对战争的娱乐化的操作 甚至是对俄罗斯方面行动表色的支持 再比如说 入侵之后的两天 《星金报》所属的国际栏目 四面 疑似不慎把有关入侵相关内容的 审查准则内部通告 当成新闻稿件 在官方微博公开发布 其中要求限制发布 对俄罗斯不利和亲西方的内容 民间议论 也就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 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面入侵爆发次出 中国的社交平台出现了 大量争议性的言论 当中有不少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 认同俄罗斯的立场的言论 或将俄乌局势的恶化 规矩为北约和美国 或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 为敢于挑战西方的英雄人物 中国的舆论场 也有大量的反对战争的声音 但这遭到了强烈的攻击 或被社交平台屏蔽 或者删除 或者怎么样的取消账号 所以报道认为 好像只有挺俄支持俄罗斯的言论 最终还会留在中国的舆论可见的圈内 好了 3月29号 有一篇以海外网名义发表的批判文章 就海外网评 小偷小木的大翻译运动 抹黑不了中国 这篇文章指出 抹黑中国的舆论战 撑上了俄乌冲突的乐度 挽起了新的发样 就是说这场所谓的大翻译运动上 美国之音 德国之声的外媒如火之宝 一些缓华势力 仇找不到在俄罗斯 乌克兰冲突中的 碰瓷中国的借口 大翻译运动 非常贴心的地上的包子 这个海外网估计 也是大外宣的一个网络平台 或者是海外经营 或者国内经营都不一定 那么这篇文章突出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他批判 大翻译运动是以偏概全 故意刺激偏见群体 是文明社会的做法吗 那么大翻译运动 把一些网民的过激言论 上升为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的劣性 玩的就是以偏概全 断章取义的把戏 那说白了就抱着丑化 中国人的预设六滴 去寻找检查黑材料 他认为大翻译运动的操盘手们 听不见理性和平和的声音 善落的角落 缝隙里的恶臭还一料 才是他们的养分 一些过激的粗俗言论 在中国议论场的生存空间 本来就小得很多 但是他却被放大了 所以大翻译动 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四个字的定性 叫做西方好财 第二点 欧冲突被称之为社交媒体时代 第一场被全网直播的大规模冲突 这不仅是军事斗争 也是争夺民心的舆论战 他说大翻译动成为美国之音 德国之声等外媒眼里的香薄薄 正因为 世界有越来越多人 希望听到中国的客观的声音 客观上大翻译动才有市场 他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要看到的是 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形象 是认得灰黑绿镜都没办法扭曲 更是大翻运动中小偷小默色的 无此行径 无法从根本上所撼动了 他批判了 也就有气急败坏的意思 有意思 有关方面把大翻运动 视为是认知战的一种并无不可 舆论战始终是社交平台时代 一种准战争的样态 如果大翻运动的策动者 有某种政治背景 责备上纲上线 就一点也都不奇怪 但有没有这个证据 薛老师现在不太容易找到 那么从出口转内向海外网的反应 也可以看到 大翻运动起到了 刺痛大陆外宣当局的初步成效 我们不知道中俄关系合作无禁区 是不是也包括网络平台的舆论配合 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舆论呼应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进一步的证据 不敢忘断 但是各种围绕俄乌战争的舆论环境 又是网络舆论 特别是那些谩骂师的一边倒的言论 毕竟是受到了有关当局 明里按你的睁一眼闭一眼 除今那个已经惹众路的乌克兰 美丽如何如何的出笔言论 在目前多数的简体中文世界 那些荒腔走板的网络话语 它被大外宣 大翻译运动的转移 而这些言论 就是被大陆网管 经常网开一面的言论 未必代表中国大陆 主流民的意见立场 但的确反映了活跃在社交平台 至今并没有被屏蔽三点封号的 言论的意见 这一点也必须要强调 大翻运动的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一种网络社交平台上 对剑走偏锋 以外部世界主流渔情 主流民意 背道而耻的那些言论的一种反制 也可以视之为 网络社交平台的软抵抗 如果把它视之为 这种尖锐的批评和提醒 从而促使大陆有关部门的 移情的管理更持平客观公正 而不是一面倒 用维稳定式思维方式 看待来自外部的各种形式的批评 我相信不至于 会因此把大翻运动一棍子打死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主动 把散落在角落缝隙里 恶臭的黑掉 过激的出俗员的主动加以处理 进了鼓励更多理性持平声音的出现 我相信这样做你就杜绝了 大翻译运动的可乘之机了嘛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 如果能理解大翻译运动是在倒逼你 正是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的 一论管够了一面倒的倾向 那么大外宣的运动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 对各种违背联合国宪战和国际化 基本原则和规范的言行 你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即便你不愿意指责俄罗斯陆侵乌克兰 但对那些杀戮平民 违反人权人性 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 你如果还让那些幸灾热祸 为侵略行径拍手叫的言行大行其道 踏开绿灯 那你只能继续为大翻运动提供 继续存在化为影响力的空间 大外宣能不能做好 能不能真正讲好中国的故事 让中国的故事可信可爱可敬 我个人以为 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其实很重要 你总是左眼看世界 左手抡棍子 势必总是表现出气急败坏 总是习惯于无限上纲上线 总是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 你自然总会处于处处树敌 处处为敌的境地 网络上还有人建议 大翻运动认真考虑一下 把那些知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师们 准国师 伟国师们的言论翻译成外文 让中国的国师们走出世界冲向 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这国师指的是金正龙啊 张维维啊 李毅啊 知如扯辈 这些荒腔走板的东西 当局比较高兴听到的言论 把他们翻译出来 推到世界的平台去 这位建议者认为 言言很简单 一方面一直以来存在这种强烈的需求 把最真实的 互有正能量的中国声音 将全世界传播 以前没有人愿意 或者敢一发表 每次都需要自己花钱 现在有人替你免费的提供 不是可遇不可求吗 另外一方面 没有任何 比中国这些情情色色 国师们的言论 更适合被传播了 而且 大方运动可以提供免费的服务 结业了很多大外宣的经费 让更多外国人接触到最真实的中国声音 你何乐而不为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刚才不过也认免费的车意思吗 最近 trap